臨城市長 市長 市長 那個不對 因為一是招呼是我 不是 不是答詢委員 是要跟主席 市長好 是 教委員你好 今天臨城有一個好消息 你知道不知道 我們爭取到世界大學運動會 2017年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又是台灣能夠在世界揚冥土器 增加能見度的大好的機會 好 那馬總統在今年十月份的時候 曾經講過是要全力支持 對不對 是 在十月份那個市大運的三位委員到台北市 来訪市的時候 總統馬英九跟行政院長吳院長 都表示 承諾台灣從中央到地方 會全力支援 2017年市大運的 在台北舉行 是的 那現在我們爭取到了以後 我們中央 尤其是教育部 要準備 如何去支援 因為 體育委會 從明天開始 就整併到 教育部了 本來學校體育 歸教育部 大社會體育 歸 體育委會 現在社會體育 跟學校體育 將來 通通都會 教育部 所以將來 主要的重點 主要的這個中央的權責單位 就是教育部 是的 所以如何教育部 如何能夠來支援 來協助 來辦好這次 2017年 因為我們 爭取 市大運 不管是台北市也好 高雄也好 都爭取了好多次 今年總算爭取到了 那未來如何能夠 把它辦得好 如何能夠來提升 我們台灣 體育的水平 和國際的知名度 本來教育部 吳部長 也要 跟這個小組 一起出席 表示國家 全力爭取的決心 不過後來 因為公務的關係 所以留在國內 我們對於 這樣的一個 重大的 體育界的盛事 教育部會 在專業的一個 因應方面 財務的因應方面 有一個籌備 對應的一個機制 來因應 所以在財務的 一個協調 協助 這些方面 我們會來處理 在專業的 人力的一個 合成方面 我們也會來努力 我想 因為爭取市大運 那 當然 台北現在 快大巨蛋 對不對 雖然大巨蛋 現在還有一些 爭議 到底能不能蓋得成 我們不知道 可是既然證據到了 可是還有一些 主要的場館 需要中央協助來補助 在這個部分來講 硬體的部分 場館的設施來講 中央是不是可以 能夠全力的來補助 上市高雄辦試運 對不對 對 那我們蓋了一個 大體育館 給高雄 然後又給他了 這個十幾億的 開辦費用 那現在 市大運 是僅次 奧運的层級 所以這個层級 是非常高的 一個层級 如何能夠 在這段時間 我們教育部 能不能組成一個 有關 市大運的 一個專案小組 我剛才 密切地跟 台北市政府 來配合 因為將來很可能 不只是台北市政府 還有包括新北市 以及周遭的 這些城市 很可能大家一起 都要來搬 那中央的部分 能不能組成 這樣子的一個 專案的小組 籌備對策的 一個專案小組 是應該的 在軟硬體的层面 我們都要做 周而言的準備 然後全力的 一個支持 讓我們台北市 好不容易 爭取到的 這樣的一個 國際運動賽會 能夠不只是 廷澳 不只是高雄市大運 我們將來 台北市大運 一樣的更成功 更加的 為世人所尊重 好 那我想 拜一個世界型的 運動會 是的 最重要的就是 提升我們自己的 體育的水平 培養更多的 體育人才 所以 針對 市大運 主要的就是 大學的運動員 所以如何能夠提升 我們大學 運動的水平 我們在教育部 在未來這幾年 有沒有一個想法 來提升我們 大學的運動 運動的水準 我想我們今天 辦一個國際型的 大運動會 我們自己也要 多得一些獎牌 對不對 如果不要 我們辦了 大型的運動會 只是花錢 花在硬體上 然後呢 蓋了一些大場館 可是獎牌 或者是運動員的水平 沒有提升的話 這次失去了 辦大學運動會的目的 所以如何提升 國內運動的 選手的水平 如何能夠培訓 更多運動選手 如何能夠把 好的運動的選手的人才 能夠挽留在國內 這是我們辦 市大運動會 應該是真正的目的才對 委員提示的 指教的非常的正確 就以2011的 深圳世界大學運動會 我們在152個國家裡面 我們名列第八 表示我們在這方面的實力 是有一定的基礎 不過 下一次的四大運 台北主辦的時候 在這方面 我們應該 在這更優質 更卓越的 在人才賠儀方面 來努力 這個我們會列入 對策小組 籌備小組的一個 重要的思想 好 我想教育部 應該從今天開始 立刻開始著手 今天開始 協助市政府 來協助 來辦好這次 2017年的四大運 一定的 絕對不要等到 體委會變到 教育部的時候 教育部才來接手 我們體育師 已經著手進行了 好 謝謝 謝謝您 那我再想請教一下 是 這個明年的這個 免市的名額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五 可是看昨天的報紙 好像台北市 只有百分之四十 新北市 只有百分之四十三 那教育部的看法 是怎麼樣 今年的 呃 行政委已經核定了 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嗯 所以這是 国家的重大政策 因此呢 有關免市入學的比例 我們 教育部呢 希望以 達成政策目標 為基本前提 那麼各地可以 因地制以 穩健規劃 來進行 這樣一個工作 換句話說 我們對於 各縣市 各直辖市 達成 百分之五十五的 政策目標 是非常堅定的 因為 唯有這樣 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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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地方政府 他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協調 溝通 好 因為 現在來講的話 以台北市來講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好 一些公立高中 還有 那當然現在的家長 非常的焦慮 是的 我最近這段時間 也參加了很多學校的家長會 尤其是九年級的學生 家長 特別關心 因為明年就面臨到他們 升高中的問題 是的 所以 第一個 免試的名額 教育部是不是確定是在百分之五十 確定 如果確定百分之五十 教育部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辦法 讓各地方政府 在明年招生的時候 一定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 這是我們應該盡的責任 也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非常感佩台北市 丁局長亞文女士 他在這一方面 表達了 充分配合 支持教育部 這樣的一個政策目標的決心 所以台北市政府 仍然在貫徹之中 我們感受到台北市政府的一個誠意 跟努力 因此呢 我們會盡力的協助 包括台北 基北區內的國立高中職 也要充分的來配合 那你覺得像目前 教育部所屬的四大附中 政大附中 他免事的名額是百分之十五 夠不夠 如果有需要做配合協調的時候 我們會在基北區 召開政策協調會議 希望大家充分的 以達成政策目標 來處理 在這裡要特別對台灣大學 對於大學繁星 能夠達到百分之十的政策目標 要對台大表示敬重跟肯定 好 所以我們希望基北區也是一樣 那如果我們百分之五十五 的這個 這個免事的部分 是一定是確定的 不會改變的 那請問一下 如何去篩選這百分之五十 當申請的名額超過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 因為明年的 明年只有一次機車 我們是以 你到底什麼時候 才可以定出 一個辦法 對於 超額的申請的這些學校 免事分發的這個部分 如何來篩選 來決定 明年的一個政策的一些配套作為 是以不定入學名額為基礎 那麼像基北區 中張投 高屏區 高雄地區 這些地區如果 因為 我剛才講到一個 因地質疑的原則 有必要在入學名額的時候 訂定的時候 他仍然可以 以學校的校務發展 為基本的思維 然後報各該主管機關 和背後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辦法 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現在就是這樣做 什麼時候會決定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這段時間 現在已經是十一月底了 距離明年很快了 到現在 很多地方政府都還沒有決定 跟 跟怎麼辦 家長很焦慮耶 還是很焦慮耶 跟蔣委員報告 101年 102年 仍然是一個銜接期 對 所以仍然可以依照以往的 採集在校成績 我們說不採集在校成績 是103年以後 所以103年不採集在校成績 明年 101年 102年 仍然延續 穩健 仍然可能會採用在校成績 可以 也可能不採用在校成績 對 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是的 不過我是希望 教育部要要求地方政府 儘快決定 是的 讓學生有英雄的辦法 好不好 好 那我最後 我還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 私立學校法 規定一個學校 校長只能一個人 那我剛剛講過了 國中 國小的學生 不一樣啊 國中 國小的教育方式 不一樣啊 國中 國小 關心的程度 不一樣啊 你今天 一個國中的校長 去管國小的 他也許 國中 這個校長 也許過去 有國小校長的經歷 可是也許 這個國中校長 根本沒有國小的校長的經歷啊 也沒有國小老師的經歷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今天擔任了一個 私立學校的校長 管國中 他內行 管國小 外行 那今天 有些私立學校 為了提升他的教育品質 我願意多花錢 多請一個國小的校長 為什麼不可以 那教育部剛剛講說 因為 可能權責不分 這是內部管控的問題啊 這是章程的問題啊 為什麼不能用學校來自行決定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幫他決定 部裡面的意見是 現行 比如說以 我們復興中小學 他就是有小學部 幼稚園 幼稚部 還有國中部 高中部 那麼他一個學校就是一個校長 就是李柏女士擔任校長 那麼部呢 各小學部 國中部呢 他都有部主任 那問題就是說 部主任是中理他各該學成的一個校務啦 所以 有關權責的問題 剛才是提到說 一校的首長 就是那個 現在依照現在的一個規定啦 是以那個最高層級的 譬如說高中部的 那個為校長 所以 剛才委員提出的指教啦 我們也覺得 可以再考量 可以再考量 那麼如果說 經過考量的結果 沒有太大的後遺症 我想我們都可以商量的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在系部的這個相關的規範裡面 你們還可以再訂嘛 我們 基本上我是覺得 人家私立學校 我願意多花錢 多請一個校長 讓我的孩子們 更學習的 更精緻 有什麼不好 如果當光 只考量到權責的問題 真的 我們在系部計劃 你不是 系的實習計劃 你們也可以訂 或者學校要求學校張誠 要明訂出來呀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嘛 目前呢 對不對 因為現在都談到分工嘛 你今天叫高中的去管幼稚園 他怎麼管呢 他管不起來呀 高中的管國小 他管不起來呀 不差距這麼大 不主任可以依照他的執掌 不主任有的時候 權責上還是有點某種程度的限制 是是是 對不對 這可以再討論啦 好 等一下我們審查案子 我們再來討論 是的 是的 謝謝將來新聞